2098年,也就是遥远的未来 时空管理区的工作人员向上级报告 一位负责穿越回去的医生 不小心把未来的医药包落在了1971年 棘手的是,他们无法在同一个时间穿越两次 也就无法把医药包取回来 时间来到1971年 流浪汉老白和哈勃正兴高采烈地分享一瓶廉价的威士忌 老白是个善良的流浪汉 他用七套来的钱买了瓶酒 正好遇到了同位流浪汉的哈勃 于是大方地邀请他一起分享 贪婪的哈勃接过酒 蹲蹲蹲仰头猛灌了起来 老白有些着急 大喊分享才能得到快乐 可哈勃都快把酒喝光了 争执中,酒瓶摔成了碎片 老白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是他的晚餐 老白说自己曾是个医生 因为事业不顺染上酒瘾 最终沦落成这副德行 即便是一无所有 他依然大功无私,热爱分享 老白边说,边试图从垃圾桶里寻找一些残根剩反 翻着翻着就发现了好东西 这是一个黑色的箱子 里面全是没见过的药物和一些精密的医疗器械 老白感叹 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这个箱子至少能换来十美金 老白和哈勃高兴极了 与此同时 一名女子裹紧衣服 她心急如焚 在寒风自古的城市寻求帮助 她穿过档布的窗口看到了医疗箱 误以为二人是医生 赶忙进门 请求老白能够救救他的孩子 一旁的哈勃急着要求老白卖掉医疗箱 他们能够换几瓶好酒 吃个饱饭 老白望着女人无助的眼神 还是决定带着医疗箱救助重病的孩子 孩子因为伤口感染正发着高烧 贫穷的母亲没有钱送她去医院 老白已经20年没有接触过医疗器械 加上这些东西如此的高科技 她从未见过 好在医疗箱里有一张卡片 上面记载着药物编号和对应的病症 她照着卡片上的提示 取出一只消炎药 想着司马当活马医 将120年后的药剂注射进了孩子的血管 下一秒 孩子进奇迹般的复原了 老白很高兴 健康的孩子 让他重拾了被丢弃20年的自信 他绅士地收拾好医药箱 拒绝了贫困母亲的诊疗费 一旁的哈勃急坏了 你只是一个三餐不济的流浪汉 还真的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他建议老白回到当铺 卖掉这个箱子 换一瓶好酒 然而老白拒绝 这个箱子实在太神奇了 他注意到箱子上的标签 2098年 他意识到 这个箱子竟来自127年后的未来 老白再也不想当个酒鬼 他要用医药箱造福更多的人 随后老白带着哈勃 来到了老人救济院 晚餐过后 他继续研究起了箱子里的装置 只需要在指示器上找到病症 那么对应的治疗方式和用药剂量 就会显示在一旁的屏幕上 只要有这个箱子 那么人类就可以跳过100年的人体实验 在处罚手术的肿瘤 治愈无法攻克的癌症 老白兴奋极了 他想到了老人院 因为肿瘤已经奄奄一息的查理 他想帮查理进行手术 却被护工拦下 在护工的眼里 老白只是一个胡闹的小老头罢了 老白闯进了卧室 查理已经因为病痛陷入弥留状态 见老白掏出了手术刀 护工赶忙下楼寻找帮手 他要把这个酒鬼赶出养老院 老白说 这是一把只对肿瘤病人起作用的手术刀 病人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 胡宫终于带着警察赶到 可令人意外的是 老白和哈勃已经带着健康的查理下了楼 查理感觉好极了 他不再病痛 嘴里哼着小曲 庆祝自己大兵出狱 要知道查理已经一个半月没有下过床 免费诊所的医生说他活不过一个星期 老人们纷纷向他求助 老白掏出医药箱 为他们挨个治病 并且不收取一分钱 这让一旁的哈勃哼到咬牙切齿 老白脱离了浑浑噩噩的生活 他对着镜子练习着演讲稿 明天一早 医学协会的顶尖专家们将会登门拜访 一起见证老白的医学奇迹 老白说 他到时候会拿着这把手术刀 当着众人的面刺穿自己的脖颈 这把刀致对癌症病人起作用 对健康的人不会造成丝毫的伤害 哈勃嫉妒到面目全非 他和老白一起在那条小巷喝酒 原本他也有机会找到这个医药箱 收获金钱与名誉 他要求老白今后赚的所有钱 都能够分他一半 老白怒骂哈勃是个贪婪的疯子 医药箱不是赚钱的机器 而是造福人类的恩赐 他可不打算收取病人一分钱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老白正眉飞色舞的规划着 今后一次又一次的医学奇迹 却不想哈勃偷偷取出一把普通的手术刀 他杀死了老白 取代了他的位置 反正这个医疗包设计的如此人性 傻子都会用 第二天一早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 已经聚集到了养老院 哈勃打扮的衣冠楚楚 什么学术 什么论文 他都不懂 他要做的就是简单粗暴 学着老白生前所说的 用这把神奇的手术刀刺入脖颈 与此同时 远在2098年的时空管理局 收到了警报 原来医疗包只能用来治病救人 可哈勃用手术刀杀了老白 工作人员根据上局指示 立马停用了医疗包的所有功能 时间回到1971年 专家们吐槽刚才的画面太可怕了 他们见证了一个老疯子 在众人眼前自杀死去 专家说 当时哈勃的脸上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或许他也不敢相信自己会死吧 护工打开了医疗箱 里面只剩一堆被焚毁的垃圾 他还随手将这个箱子扔进了垃圾桶 人类本有机会 让医疗技术进步100年 却最终毁于人性的贪婪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老白给哈勃买酒盒 带着他一起住进救济院 让哈勃不用再封餐露宿 事实上 如果老白能够顺利展示他的实验 那么必定会收获名誉和财富 作为萍水相逢的老友 哈勃也能跟着一起吃香喝辣 只可惜 当初地位相同的两个人 如果其中一个人因为身迁 拉开了差距 那么必然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嫉妒 人皆如此 嫌你穷 怕你富 恨你有 笑你无 老白高风亮节 只可惜交友不慎 当事先浑浊成为常态 那么清白就成了一种罪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换生计》 沃特太太是一个贫穷的老妇人 他来到中介 希望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这天好运来了 中介说有一位有钱的客人 需要雇佣一个伤了年纪的老太太 他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温热和服从 恰好沃特太太拥有这两点品质 本以为雇主是个伤了年纪的老人家 不想却是个英俊帅气的中年男子 老太太没有任何亲友 富豪先生对此非常的满意 他搂上了老太太的肩膀 这让他很不自在 晚上 富豪先生带着老太太去高档的餐厅吃饭 他大放得体 举止温柔 让老太太游身了恋爱中的错觉 莫非这个富豪不是要找管家 而是想找一个年纪大的女友 富豪先生只想了一旁的桌子 那个和年轻人打情骂俏的贵妇 便是他的妻子 年轻的妻子有着女神一般的容颜和身材 整天把丈夫丢在家里 一个人出去浪 可是妻子继承了700万的遗产 要不是因为那笔钱 他早就想离婚了 随后他突然抓住了老太太的手 恳切地询问她 是否愿意和妻子交换位置 老太太吓坏了 我何得何能 能够取代白富美的位置 富豪说 老太太有善良的内心 温柔的性格 这些真是妻子所没有的 他爱着妻子的容颜 却更爱老太太的性格 随后便是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什么人格转移啦 灵魂互惯啦 老太太似懂非懂 晚餐过后 富豪领着老太太 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里的小狗发出了公鸡的打名声 公鸡则跟母猪一般哼哼哈哈 而小鸟则像猫咪一样喵喵地乱叫 原来富豪一直在研究黑魔法 并且已经在动物身上大获成功 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一只青蛙 青蛙在古埃及神话中是冥界之神 也是灵魂转移的媒介 老太太觉得富豪是个疯子 他转身就要走 富豪叫住了他 沃特太太又老又穷 只要参与他的实验 不但能够重获青春和美好的容颜 甚至还能得到妻子的700万遗产 想想那些珠宝 仆人 房子和游艇 难道你就不心动吗 富豪承诺 到时候他们起草协议 老太太可以分得一半的遗产 350万 他可以选择留在富豪的身边 当个好妻子 也可以带着这笔钱原则高飞 这确实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老太太搬进了夫妻俩的豪宅 年轻的妻子开始喋喋不休 责怪丈夫总是带着不三不四的人回来 他确实是一个不讲理的泼妇 从现在开始 老太太必须要集中精力 盯着妻子的照片一动不动 坚持到凌晨一点 这是灵魂互惯的第一步 妻子又开始不停地咒骂着丈夫 他觉得丈夫没有内涵 冷酷肤浅 早已配不上他 他要离开丈夫 命令他收拾东西给蛋 男人丝毫不生气 他一直盯着墙上的时钟 嘴里喋喋不休念着咒语 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了青蛙 在时钟敲击的那个刹那 老太太拿着照片走进了屋子 一阵天选地转之后 老太太的灵魂 顺利进入了这幅美好的躯体 富豪掏出毒药 不顾妻子的哀求冷冷地送他归了心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老太太盯着镜中的容颜 他不敢相信 自己就这样年轻了好几十岁 一夜之间变成了白富美 富豪爱妻子的容颜 更爱老太太的温柔 他想与妻子亲热 显然老太太吓坏了 他讨厌死地躲进了卧室 富豪并不神奇 他知道老太太需要时间 来适应这幅躯体 这一等就是三天 他隔着门 期待带着妻子去旅行 从事恋爱时的感觉 却不想老太太打扮得光鲜亮丽 他已经收拾好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男人 他现在有钱又年轻 找个小仙人多好 凭什么在这个中年男人身上浪费时间 富豪无奈 毕竟当初他承诺过 老太太有权利离开自己 不过走之前 起码把遗产分一分吧 他要求不高 只要一半就可以 老太太冷漠地瞥了他一眼 遗产 什么遗产啊 这些都是我的钱 他要带走所有钱 一个子都不留给丈夫 富豪很失落 再温柔的人 一夜报复后都会忘恩负义 他只能拿起桌上的盒子 里面还是那只青蛙 一位老太太突然进门 与他四目相对 沃特老太太瞬间明白 原来相同的仪式 已经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 而妻子的躯壳里 早不知换了多少次灵魂 沃特老太太很聪明 他知道一个惊动黑魔法 一心想要杀死妻子的渣男靠不住 与他离婚 原则高非是正确的选择 可他同时也非常蠢 你既然已经抛弃了道德底线 白得一幅年轻的躯体和350万 就该建好就收 说到底 什么温热和服从 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罢了 人性的过度贪婪 最终导致一无所有 最后感谢字幕组 二次元的银湖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